是怎么样的呢 因为这家医院也是刚刚被指定为收治重症患者 所以他们从原来的指定收治传过200张 短时间内破绽到800张 所以收治的压力很大 医生从8号下午3点钟进城 基本上忙到晚上3点才出来 非常非常幸福 那么第二个病区呢 我们是9号开的 也是晚上看一晚上 一晚上我的医生或是收了 满满的将近46个病人 所以这种工作量 不要说在这种病房 不用穿着这么多这种 心理压力下 穿着这么多房子 我这种在哪里 还有常规的病房 晚上收这么多病人 就是一个巨大的病人 我们现在值班能够保证 基本上值班还是能够保证 只是说这个房子服 还因为它这里也是 市民把房子的支援过来 所以把我们的大小 尺寸品牌 质量 甚至不起 但是没办法 现在可以说像是暂时转 这么多 一万 一万七八千的人 一定聊对在整个武汉 所以没办法这边进球 尽上尽美 但是我们会 在现有的条件下 我们会尽自打 感觉好舒服一点 把那个氧流量给你调高了一点点 现在搞得错的话好一些了 不要紧张啊 好一点了 最近像这个你们有一个重症会 重症这个新冠会发生 它原来有两不知 每周是扣起两到三次 那群众防范学的病房呢 如果说常规病房 它做起来应该都比较熟练 但是在我们这种病区 穿着很厚的隔离服务 再穿着戴着三层手套 而且这个护目镜啊 它这个在隔离服务 穿着时间一长 护目镜里面一层水 会很难看清晰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完全陌生的房镜 然后完全新的装备 在这样一种条件下 我们对我们顺利的 把这个长长的血透 把它做起来 我觉得还是能做一点 对我们的相当感动 现在很难预测 我们什么时候可以 是个收兵回家 但是我觉得这个趋势在想好 我们还是有足够的信心 妈妈 我希望还能在电视上看到你 这样我就知道你平安了 请把名字写大点 这样我就能一眼就能认出你来 就是我问你 制作了口罩 保护好自己 加油 等你回来 我们下期再见 感谢观看